晚上好呀,大家周末愉快 今天反妈做了韩式泡菜芝士菊饭 每一口米饭都是满满辣丝的芝士 真的是太治愈了,一起来试试看吧 先准备好所有食材 将火腿肠切成小丁 胡萝卜也切成小丁 洋葱切成小块 一小块五花肉切成片状备用 锅中倒入适量食用油,放入洋葱 然后放入五花肉 翻炒到五花肉变色 变成略微金黄 放入火腿肠丁,翻炒几下 加入胡萝卜丁,继续翻炒一小会儿 加入一勺料酒,两勺生抽 一大勺辣白菜,翻炒均匀 接着加入两小勺韩式辣酱 继续翻炒均匀 放入一大碗剩米饭 继续翻炒均匀 这个色就已经很香了 直接吃也非常好吃 再转小火,表面撒上一层马苏里拉芝士 在边上淋一点点水,盖上盖子 小火焖五分钟 芝士融化以后撒上海苔和芝麻 看这个芝士真的太辣丝了 喜欢的话一定要试试看哦 再也不用去餐厅吃啦